好了好了,大家晚上好,我又回来了 那么今天呢,因为是中秋节,所以呢给大家送一份彩蛋 请到了我的一位朋友,然后她也是在Flag是有实习经历的一个小姐姐 她当时的那个战绩非常的辉煌,面试的命中率是百分之百 然后她这个刷题的整个思路都非常的清晰,非常有逻辑感 所以今天请她讲一道二的题目,然后具体什么题大家再往下看,很欢迎大家 Hello,大家好 我不是你们的大宝贝,我也不能说我又回来了 大家第一次见面,请多关照 我是门道尔贝的朋友,她今天点,翻了我的牌子 点播了这道Lit Code上面317题,shortest distance from all buildings 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看到这道题 然后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答案 毕竟这道题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好,我先介绍一下这道题,这道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然后这个矩阵上面的每一个元素,它代表的是一个Land 一块Land,一块地,土地 然后这个地呢,它有可能是1或者是2 如果这个Value是1的话,是0的话 证明这块地,土地,它是一块空地 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通行 如果它是Value是1的话,证明这块地已经被建筑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进去 如果要是2的话,就是说明这块地,它有可能是条河 你过不去,你只能绕着它走 它是一个障碍物 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012的分类呢 其实是因为它的目的是,这道题的目的是 让你找到在这些地中,找到一块空地 也就是找到一块Value为0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让它到所有的building 找到这块地到所有building的距离总和最小的那块空地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而且你能怎么走呢?你只能往上走,往下走,往左走,往右走 你不能对角线走,这是它的assumptions 那么刚看到这道题,我觉得说大家肯定想说 那就是从第一个一直循环到最后一块地 然后只要它如果它是一块空地呢 我们就算一下,从这块空地找到所有的建筑物 一共需要最少的部数,对吧? 就把每一块空地都算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能找到最少的那一块了 但是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 它就会是一道中等难度题 它就不是一道号的题 它不是一道困难题 这道题的做法是 我们不能以空地为起点 因为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我们要以 呃,标顶为起点 然后找到这个标顶 它可以到的所有空地 然后把它到所有 把它到某一个 每一个空地所用的最短部数 记录下来 这样呢,我们在找 对所有的Building 找完这样的操作 找完,做完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找完这些路径 呃,记录下来 所有的这些部数了以后 我们自然而然 我们就是能推出 从空地走到所有的Building 的部数总和 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想法呢? 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慢慢的通过Code 来理解 好的,作为一个好的YouTuber which is大宝贝的主要目的 我们是可以 我们是应该一起来写这个Code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就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说 轮移变这个矩阵 然后找到Building的时候 我们呃,从这个Building 以这个Building为起点 去找到从这个Building走 能走到的所有空地 然后并且把部数记下来 然后并且把部数记下来 好的,也就是说 哦,不好意思 嗯,我们不 把这个 把这个 行数和列数都记下来 也方便我们待会使用 我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说 然后我们要 对吧 我们连了一遍 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 来写这个题 然后之后大家可以再reset 然后再重新写一遍 这样就完全掌握了这条题 对吧 好的,呃,我们轮一遍 然后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 如果我们找到的这样 这个我们到的这个D 它是一个Building 怎么判断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能找到 它是一个Building 对吧 如果它是一个Building 我们就要做一个很长的步骤 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这个步骤就是 我从当前的这个Building出发 然后开始一步一步的找 我走一步能到哪些空地 我走两步能到哪些空地 我走三步能到哪些空地 对吧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不是给记录下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E出发 我们走一步能到这个空地 那也就是说这个空地 它现在到了一个 到了这个Building的时候 它最短走一步 那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要对每一个空地都记录下来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矩阵 去专门记录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就来增加这样的一个矩阵 我们取名叫Distance 然后它将有一样的长度和宽度 好的 那么我们 OK 然后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呢 很明显 我们这要题的topics 就是breast first search 也就是说我们要以它为起点 然后 开始走 走遍全球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宽度有限搜索 我们很容易想到它需要用到一个Q 那么这个Q它记录的是什么呢 这个Q它记录的应该是这个点 这个Land 那这个Land用什么表示呢 它用的是红纵座标 也就是说这个Q它应该是一个数组 对吧 用来表现的纵座标跟纵座标 我们就取名为Q 然后呢 这个Q它的第一个客人是什么 这个Q的第一个客人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座标 可以 看到 那我们的 空中标准的格式 就是说 当这个Q 不是appity的时候 我就要做一系列的操作 对吧 那首先我的第一个操作肯定就是把我的起点给po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的当前的起点就是说 是这样的 然后以后快乐又在搜索 我在 我在想啊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把它po出来了 我现在就该往前走了是不是 我怎么走 对吧 我应该走起来 我怎么走呢 或者可以上走我下走我左走我右走 那我为了让它可以好走一点 每一个人每一个都要这样走啊 我不能说 呃 我得要用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它可以自动走 那就是说我们要来一个方向数字 这个东西 是 我可以往哪走 对吧 好的 好 然后那我现在要走了开始 我要每一个都走一步 对不对 这就是D 也就是delta的缩写 它是一个叫差值 嗯 好 那我下一步走到哪对吧 我下一步 就走到了 这个 我走到哪了呢 我走到了它的 哎 走到这里 然后column走到了 这里 好的 然后 我走到这里了 我干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 判断一下 我走到的这儿 是不是一块空地 对吧 我们现在只需要记录下来 它到空地的 这个距离 也就是说 如果 我走到的这个 地方 我看看它是不是一块空地 我们只对是空地的地方做进行一些操作 对吧 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 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们要进行的操作就是说 把当前的这个步数 给记录下来 怎么就 什么叫记录下来 就是加上去 对不对 我当 比如说我从这儿开始走 我走到了这一块 对吧 我就 我的当前的积累的步 在哪里体现 是不是在distance 这个曲阵里面 进行呈现 那我从一个 这个一个building走到这儿了 不是 得把我当前走的步 加上去 证明我这个地方 走到这个building 这个新的building 我以前没有走过的building 最短要多少步 对吧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加上去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在什么地方 表示出来了 我这是用来走了几步呢 对吧 我说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体现 那么这是宽度优先搜索 它就是有层级的这个概念 对不对 比如说我的起点 它如果是第零层的话 那么我到下面一层 我从下面我一步走到位的这些 我把它们是不是要放到q里边 但是同时我要把这个层数 就是这是走到第几层 到这里就是第几步 我要记录下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另外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我起名 它叫step 那么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哪里呢 大家发现我好像放到哪里 都有一点奇怪 这里我们就就发现了 我们需要确定 我们在每一次循环这个q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说这一层一共有多少个点 然后我把这一些点都循环一遍了以后 我要加把我的层数加一加一 对不对 也就是说比如说在这里哈 我们先确认了这个q现在不是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它的size是多少 也就是说我这一层有多少个 然后当我循环完这一层的时候 已经用过了 当我循环完这一层的时候 我是要加我的层数的 对吧 那么一开始我的层数是几呢 鉴于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哈 我们就已经到这儿了 比如说我们已经到这儿 已经是零了 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想说 我们应该把一加上去 那我们一开始就应该 这是不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个我们接受的一个空地 那我们肯定其实就是一了 对吧 刚才家里的火紧响了 真是没把我吓死 让我们来接着讲这个问题 我们讲到我们需要用一个变量去记录 我们现在走了几步 对吧 那我们 应该在哪里开始记录呢 那当然就是从一开始了 刚才没把我吓死 我们先出示这个step等一 然后当我们轮完这一圈的时候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 刚才的手机又把我讲了 下次会 这个step就应该 一个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 现在我们就可以记录了 如果这个它是零 如果我们走到的这个地方是零 它是个空地 我们就要把我们当机的step 加在它的sense上面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说我刚才说了 如果说 我们看这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走到这 我们也可以从这走到这走到这 再走回来 对不对 这样也是一个想得通的地方 我们就怎么判断说 这个是最短的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flag 来表示 碰到过这块空地 如果我之前碰过了 那我就不用再碰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永远都是step 在不断增加 如果在我step增加的过程中 我走过了 也就是说这块跌的最短路径 已经被记录过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管这块跌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flag 去判断 我们这块跌的跌的跌的跌 我们这块跌的跌跌 有没有被走过 那这块也就是说我们不只要它等于脸 我们还需要它没有被碰到过 那当我们把这个step记录在这个distance 这块地的distance上面以后 我们就需要把它的flag给翻掉 让它以后都不会再 然后我们还需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在做这些数组的index的时候 我们总是要想不能让它out of bound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直接交交在这边 来判断 它的index 我可以把它缩小 可以看它清楚一些 或者我可以把它连到这边来 好了就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我到这块地方了以后 我把这 我对这个这块空地进行相应的操作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我们从这块空地 还可以到继续到其他的空地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干什么 我们需要把这块空地 也加到我们的q里面 让它待会再被 再被 再以它为起点 去找其他的空地 对吧 好这个时候看起来我们好像都写完了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问题了 然而 我们慢慢翻到下边 我们会发现 他说一个 如果要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找不到这样的一块空地 我们要return-1 那我们就想为什么他会找不到这样一块地方呢 是不是 怎么走应该都能走到呀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就有可能 就 这一块空地 它就去不到那块 标定 周围都是2 这一个1 周围都是2 那就没有人能接触到这个标定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虽然 可以 对其他的别的 标定做 做完了这样的一些操作以后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distance的矩阵 但是 这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return-1 那 这样就好 这就 给了我们一个问题 一个corner case 我们 好像也不能叫corner case 我们要怎么处理到不了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保证它能到每一个building 对不对 那么 这就需要我们 再去记录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这个空地 它到底能到几个building 也就是说从这个building开始走 走到了这些每一个空地的时候 不止要记录下来 我到了这块空地 它用了几步 还要记录下来 在这个空地 因为我能到这个空地 所以这个空地可以到的building数 增加了一个 对吧 我们要来 我们还要记录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 我们就又要再加一个 取阵 来记录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那我们什么时候记录呢 当然就是 就是跟你一样 我们就 到的时候 我们加部数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也加了 对吧 然后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说 我能 我到了这个 就是我拿到这个reach reachable 这样的某一个空地的reachable 我知道它的数字 我怎么知道 它就是 倒霉到所有的buildings 呢 我们还需要 记录一下来 一共有多少个buildings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 好吧 我们就再找一个了 我们就再加一个 对吧 building number 一开始是0 我们这不是从building出发的吗 我只要到了一个building 我就让它加1 这样我就知道我一共有多少个building了对不对 好吧 现在再看好像是结束了 应该是结束了 那我们这样走了一遍以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 这个distance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distance 代表的是什么呢 每一个数字里面代表的是 代表的是 代表的是 这个比如说我到了一个111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11我发现它呢 在这个矩正里面11是一块空地 那么我在distance里面 这个11 这个身上的这个值就代表了这块空地 到所有的buildings最短需要多少步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把我这个distance 我来循环一遍 然后我现在就需要一个result 让它等于我能到的最大的数 对不对 然后开始来轮一遍 我的distance 如果 如果 而且 嗯 我得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的到了所有的building 对吧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就更新我的result 然后 最后我把我的result 听出来 我们这边可以这样直接return result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判断一下这个result 等不等于int 这个 如果它等于这个的话 我们要返回-1 嗯 如果不等于的话我们才这样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来run一下cod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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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不起来 这个code是有点问题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眼 我其实在当刚才在我run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错误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每次找到现在当前层数下一共有多少个点 我们要去循环的时候 要要以这些点为起点去找其他空虑的时候 这样我们轮一遍了以后我们需要再加一下step 那这个step我放错地方了 这个层数太多 我们是要放在这一层 这一层 我们论断了这一层以后 也就是说在这里 这之后我们加一下step 对吧 我们现在再run一遍 好的 这回就对了 嗯 现在呢 嗯 事情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再submit一下呢 那就通过了 好的 嗯 好的好的好的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讲解 可能有点啰嗦 如果有机会下次再见 好 那谢谢我们的这位一号常驻嘉宾 题目讲的非常的通透 然后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那个脱口秀 脱口秀 脱口秀 脱口秀大会 对吧 嗯 然后 我觉得就是 我们的一号常驻嘉宾 就是讲题的时候有一种 讲脱口秀的感觉 然后题目又讲得很好 然后又充满了乐趣 还有就是稍稍补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时空的复杂度没有讲 嗯 实际复杂度的话 它是m方 n方 因为你需要便利这个m乘n的这个土地里面的每一个格子 然后呢 并且每一个格子要去便利其他的这些 其他剩余的这些格子 所以就是每一个格子都会有有一个便利全局的机会 一共有m乘n个格子 所以就是m乘n乘以m乘n 那它的空间复杂度呢 也是m乘n 嗯 那么因为它开辟了几个二文数组 然后去存储存 存储一些 特定需要去放的一些内容 包括它的具体在做题过程中不断去添加的一些 嗯 宿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空间的耗费 好 那这道题目呢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那另外大家有点播的题目我们都有看到 然后 会争取尽快把这些大家想要看的题也和大家分享到 好 好 那今天是中秋节 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嗯 记得吃月饼哦 嗯 大家晚安 拜拜 喔 奇蹩 礦 奇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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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